兄弟们 你们打单牌要遇见了这个当载的选手 我劝你们赶紧退 这妥妥的三战神选手左下角还带金标的 跟这种选手在同一游戏 那可就大大增加了你上分的难度 这第三人称我不点还好了 我一点这是要冲六战神的节奏呀 这赛季档案里面的三战神更是多的 我都数不过来了 这把我还在出生岛发着带脸上突然创出来一个大堂囊 一股好钱的气息啊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当载id 你们注意观察这两个人 这当载id的回头率都快赶上次已经准了吧 这种当载id选手肯定都喜欢跳钢签点 这把创造员两千多迷的 还想我开车也得去创造员 我竟然是第一个到的 先来主了 把这个空头先拿下 这个地方是真的先呀 落地就能拿到空头武器 你们可千万别告诉你们的小伙伴 我说空头先的开了 你小子才开车过来说 是不是在路上刚坏失去了 有了这些物质的加持 我在创造员那可就是随意穿梭横着 啊这等等等等 兄弟们 我被三个人包围了 身后两个脚步在拼细节 我就怕正前方这个给我偷了 还好 还好 正前方这个在实验室身后快打完了 我们去劝架 他刚打完肯定状态不行 有活还是个小小生法库 子弹快打没了吧 我看你这把还怎么生法 通过我的仔细观察 当载id竟然没跳着 前面那个就是个老六 我们这么好的装备可别栽在老六手里了 开着我们的钉钉车 转了一圈 竟然不露脚步了 我们就溜溜球吧 我可不想把这么好的装备送给老六 这都开局这么久了 当在id竟然一个平的还没刷 我都怀疑他这把是不是退出去了 他竟然不刷平 那就我们来刷吧 这打六张神也怪累的 也许人家就想稳着点上上分 这边我下车了同一时间跟敌人掐了一颗雷 这个距离加上他的缓慢步肯定是颗真雷 我们直接取消上去给他吐吐了 我这正位找不着人了发愁了 天上竟然给我落下了一个不求人同款空兵选手 这家伙落地竟然趴下了 我还拉闷呢 他这种水平的选手不应该做出呆呆的操作呀 紧接着就开上去脸脸蹦蹦车 原来他是想等敌人贴近了在扫 我去什么情况 竟然有人拉着古董咎咎 我一看就是呆呆家族的成员 我一瞅我这个上头上甲的 我还怕你这个古董居不成 我直接自信一趴就是给你一说子 小子还有一点觉悟 知道商机从一千就不掉 哪个不先扫我 但你毕竟是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啊 有活搞什么飞机啊 竟然跳起舞来了 原来是那两个山山的泵子刚打完架 我给这铁着包当这id可算是刷屏了 我都还以为他退了呢 实在是找不着当这id在哪 只能来上头加加这个空头了 这家伙一直围着空头赚钱又不减 我一起这下把他两个后台给卸了 他又不露头了 这一看就是呆呆家族的重要成员呀 骑上我的小泵子直接一波切着换位给他带走 你这吉普车都掉两个后轮了 还想在开车跑 可算是找到这个当真id了 并且他还在这淘汰了一个人 但他这个位置比较复杂呀 并且他还有一颗无敌的鲁档 我要是直接顶过去很大的几率 我会嘎 没办法 我们只能先走等一会再找机会了 这个圈房区圈中心 我们先占房区吧 我这刚来到房区就看那只小猪对着人家盒子一顿边 嘿嘿 趁机我就给他偷了个被生一说人到底了 这家伙是真的肥呀 不仅有基地服加机伤楼顶还放了一颗鲁档 有这颗无敌的鲁档 再配上我们的p90这把刺激拉不手拉把掐了 哎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这个窗口有一个小黑点 我跳在围栏上趴下对着窗口就是一说的 哎还真有这些小鲁档是真的讨厌呀 随随便便就无伤顶到我楼下了 先给他来一颗明雷能再趁机下去揍他 这不还好 我是p90他在也可以打脑袋也太疼了吧 先给他补了 不然一会这个头让人家抢了 我真是太讨厌这个鲁档了 这也太卡住了吧 被我这么少他都不带炸的 真是要气死我了 我还以为他要停了 他一个大跳跳我楼顶去了 防不防呀 直接上楼顶把我的新鲁档给偷走了 真是要气死我了 打又打不报 这圈还往当载id那边刷了 我显着看能不能修一下这当载id的脚踏正好就封烟了 我真是太讨厌这个破鲁档了 打又打不报 下又不肯下来 我一掐雷他就跑 哎 我想着这个鲁档这么怂 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我就没管他了 这个圈刷当载id那了 他风的自闭烟应该一时管不了我 我得抓住机会进圈 从这个视角看这个稻草是在圈的 我们直接顶到那个稻草就ok 从我现在的位置看这个稻草也还在圈 哇 你这个臭鲁档偷我当就算了 你扫我干嘛呀 我一开过来能傻了 这个稻草竟然只有一半在圈 而且我这个位置按你说这个当载id是打不找我的 当载id就在这个档后面 我看我血条还挺多 我就拿出去跟他对签 结果还没走出掩体了 我就倒地了 你们觉得这个当载id有问题吗 我还是感觉是我刚才下车游戏刷新率的问题 在我的视角里 我第一时间在掩体后面了 但在他的视角里还没刷新过来 不得不说这六战层的签法确实是很前的 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当载id选手有没有问题呢 然后就剩最后一个了 也是被这个当载id轻松拿下 刚才我那个马赖酒的鲁档要没被偷 应该会好打很多 脱鲁档那个人太坏了 第三名16个淘汰加了15分 一个投一分的没有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